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瞄准器和板机以及最精细的部件 称之为牛 当发射的时候将弓弦拉到底卡在牛上 这个时候就处于带发射的状态了 当发射的时候把琴剑置于弓弩上发射 一般情况下箭都是使用青铜制造的箭头 一般都是三棱锥体 如同现在的三棱枪刺 因为三棱这样的设计刺穿效果非常好 而要拉开琴弩就得手脚并用了 例如 伸直腿脚顿弓杆 脚夹弩臂 手臂借腿腰力上弦 然后取剑咬弦瞄准射击 在战场上都是一排一排的弩手 不断的分批拉弦 上剑射击促成了漫天的剑雨 而且每个人都带有百支剑 这样的压制实力在当年那个年代 有哪个军队能够抵挡得住呢 并且由于琴弩操作比较费劲 所以发射的速度并不快 因此如果敌人杀到眼前 或者是敌人的弓箭打到他们的阵型里 那将会很被动啊 这里大家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第一个是因为琴弩的射程比较远 据专家估计 琴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 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 琴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认可一种弓 所以对手完全射不到这个距离 所以也就不用担心了 再者 弓箭手身上挂着复合甲 一起处成了一个独立的防阵 剑则推枯拉朽 退则坚弱�絲 具备远程打击的实力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威射力 跟如今的老美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毕竟是古代的兵器 跟现代的枪械比起来还是很不足的 古代琴弩发射之后 射出速度并不是很大 骑射族的箭矢的出速度 很少有超过90米每秒的 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 40米每秒到70米每秒 这个范围内要知道 现代的枪械射速都是好几百米啊 就拿阿卡斯7来说 出速度就超过了700米每秒 即使是如M1911这样的手枪 也有250米每秒以上的出速度 所以说如果放到现在就很落后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琴弩还是很出色的武器 当年琴手王把制止了部队 至于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外 单向的打击对手 机械化的编队作战 敌人的武器都还没有使用上 就被干掉了 琴王就因此拉开了2000多年前 统一中原的序幕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武器大讲堂 更多精彩武器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讲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 欢迎在公众号里面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大家也可用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行关注 您的支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